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清料是含铁量低 含蒙量高 这就是说 含铁量高 含蒙量低 这个元素是相反的 这样就可以给我们来区别是进口元量 还是国产元量一个很好的线索 那么这样除了蓝色以外 含铁量低个什么着余呢 含铁量就是在清花磁器里头 具有一些黑色的结晶斑碟 叫突破还原原火力烧成的 含铁 铁呈黑色 铁烧成中的清花磁器里面呈黑色 所以高铁呢 这进口清料的黑色的元素 就是铁色的斑碟 黑色的元素比较多 还比较多 那么它含蒙量低呢 蒙 洋芳蒙在还原原地烧成是什么呢 是纸红的颜色 是纸红的颜色 就是说 它在还原原当中 这个进口清料这个含铁量低嘛 所以它纸红颜色很少 或者是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那相反来它含铁量高 就是铁色的结晶斑碟比较多 这就是进口清料的这个 它的成色的一个基本的这种东西 那么国产清料呢 它含铁量低 因此它没有那个铁色的那个 就是蓝中的有那个黑色斑碟 没有 不像这个游乐选择那个进口清料的样子 没有 但是呢 它含蒙量高 而蒙量高了以后 就纸红的颜色比较多 就蓝中花纸红也是比较重 这两个特点也是我们区别进口和国产清料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含铁量高在清花磁吸当中是局部的 局部呈现出黑色的斑点 这是局部的 不是普遍的 而是局部的 这样一个情况 含铁量的多少 就跟它的这个黑色的多少的重量 是成正比的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含蒙量高呢 它不是局部的 它是在整个的清花时期里面 呈现出一种齿红的颜色 我们往往在阳光底下 在太阳光底下 照一照这个清花磁 晃一晃啊 它虽然是蓝色 但是它发紫红的颜色 那么这就是 就是原料里面 墨上原料啊 这个 它是这么一个形成 那么这就是说 这两种新来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特征 这个大家记住 就是说 蓝中发紫 黑色的结晶斑点呢 是铁的反应 是铁的结晶 是局部的 这个含蒙量高呢 就是 又是里面蓝中发紫红 把紫红带有紫红的颜色 这是铁 这是 用里面的全面的 而不是局部的 非常全面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能反映出来 这个 这两种原料 基本上的性能和它的特点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而这种情况 清花是很简单 但是这一点对我们 清花瓷器的端带上 就非常重要 那就非常重要 这是 这个 这个 讲的 这个 清花瓷器的这个原料 它的性能和它的区别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两种原料 两种成分 反映出来的两种 两种这个 持续结果 这样的情况 这个 当然呢 这个 这个 基本理论 基本的 原素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 遇到一个 遇到这一件东西 究竟是 国产清料 和进口清料 分析这个问题呢 就不是 像我讲的那么简单啊 就是黑色的就是 含蒙量高就进口呢 是吧 这一下就分开了 那往往的时候 它防制品的时候 它也有一面 加进了格局外的元素 那 明火里这个 这个 这个 形成这种 有这么一个元素 在里面 实际上 你们结束到东西的时候 要很好的区分 一大 恐怕也不是那么很容易的事情 不然的话就没那么简单了 对吧 就没那么简单了 这是第一点 但是这个基本道理啊 基本原理啊 咱们还是要弄清楚 就是说 中国的清花瓷器里面 经过化验 它有两种原料制成 两种原料 一个金口 一个国产 两种金口 这是一小点 第二小点的就是这样 清花的原料与清花瓷器的分歧 第二 这个清花瓷器的质量 与清花的原料要做质解的关系 尽管烧成的条件 对清花瓷器产生一定的影响 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清花原料 清花的成色 在清花瓷器中起到主道主用 也就是说 清花瓷器的原代 的断定 很大一部分要靠原料 拿出原料来辨别 拿出原料 因为原料啊 它是有一个时代 时代有时代下限的 就是时代下限 这个 而且呢 清花瓷器从原朝开始 每一个朝代 一到明清时代 都是以清花瓷器为主流 以这个清花瓷器为主流 所以呢 这个 根据各个朝代 在使用的清花云料的不同 把这个清花瓷器分为如下 几个主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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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便于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区分这个 这个 建比这个清花瓷器的原代 第一个啊 就是原代 谈清花瓷器 我上次都讲了 也不从那讲 也没多大意思 清花原代是阳化鼓 它可以用在陶级上 也可以用在石器上 这三次我讲的啊 这个 咱们没有个清花桃 还是就是清花瓷了 那清花瓷器是啥 这是我过瓷器啊 从彩 从青瓷白瓷 发射到彩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所以原朝呢 这个 这个 骨料作为石器的装饰 是从陶级上搬过来的 而波士 这个用古蓝 装饰的陶级比较早 而我们国家 最早的就是在唐山柴底的 那个古蓝啊 唐山柴底蓝 那个蓝呢 进入化业 是阳化骨 是阳化骨 而且这个阳化骨是进口的 就唐山柴底的那个蓝柚啊 古蓝呢 也是进口的 进口化骨 也肯定是 唐草进口的一个轻药 也进口的轻药 那么清花瓷器出现的 就是把古蓝 把它搬到来 从装饰陶级 而在装饰瓷器上面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情况 而且这个古蓝呢 是一个过世的 丛山的一种 颜色 丛山的一种蓝色 所以波士比较早 波士比较早 这个 就因为这个 波士这个蓝 非常装饰在陶器上 装饰器上 非常漂亮 所以呢 我们 我们是个古土化 就是含蒙量高 古土化含天亮低 没有它那个鲜艳 没有那个鲜艳 所以呢 云朝的时候 就利用波士蓝 来装饰瓷器 来大量的出口 那个 就是实际上的就是 刚才我讲的 清花瓷器啊 最早啊 就是 用波士蓝 来装饰这个 警戒镇的瓷器 就形成这个进口的 也是出口的那些 这个 清花瓷器 那云朝的这个 清花瓷器呢 也是 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 呃 呃 这就是 云朝 就是我们把云朝 作为一个阶段 而这个阶段的 很大一部分呢 是适应外销 呃 呃 所以我们说 现在好的清花瓷器啊 真正的 外销到瓷器的人 就是这一片 就是这一片 就是刚才我伤我 这一段呢 最保存最多的呢 是集中在 土耳其 和伊朗 所以这样子这样子 但我们现在 建国以后呢 咱们国内也发现了不少 呃 原清花出来以后 形成研究热 因此呢 这方面也是比较 出土也比较多 这样子 这是云朝 就清花瓷器 使用的是波士兰 波士兰 进口的清料 呃 烧成功的 原来的清花瓷器 这是 一段 我把它作为一段 嗯 那么 洪武时期 嗯 云朝洪武时期 使用的 是 也是进口的清料 呃 这个 也是这个 呃 波士兰 这个清料 就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说 原朝的时候啊 使使用最好的原料 景德镇的 经过筛选 这个 这样子 画的很好的 清花瓷器出口了 嗯 那么到洪武的时候 呃 就 来不及 所以 马上就进口清料 而是使用的 原朝剩下来的余料 烧了一批 这个 清花瓷器 它相长很远 你一看 就可以把它区别开来 这个带我们看看 桃灯的时候 把它理一下 呃 非常清楚 很好 呃 很好办的 这种 这是 红武 啊 明火五大白色 尽管也是使用的 苏伊伯清料 呃 高铁定用料 但是呢 它的成色 因为它是 原朝剩下的料 它另外去形成 褐色 或者不怎么蓝 这样的一个颜色 呃 就是用这个废料 呃 这种造型呢 从 清花的原料 基本上是很难分的 呃 因此呢 我们现在呢 一到现在 还有个羽圈不分的 这么一个 呃 这么一个问题 呃 真和七十下西洋啊 六十都是在永乐 第一 呃 最后第七十本 是选的事情 使用的料呢 也就是 苏伊伯清料 苏伊伯清料 这个 呃 呃 苏伊伯清料 呃 宣德也是 尽管宣德后来 也开始使用国产量 呃 呃 试验一下江西的那个 呃 呃 江西的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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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把陈华红制正德留为期 那么陈华是开始使用俄平清料的 在薛德时期已经开始试验 最后还是从陈华开始 陈华初期也使用了一段生育的输入国清料 最后还是从陈华的本色 还是实际的江西的额品料 那就是平等清料 正德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基本的 红制正德都使用了这一段清料 第四个是家庭万里 这个情况我们是把它使用的清料 主要是回清料 这个介绍使用的清料 就是含铁量最低 含鸿量最高 所以家庭万里的清华磁器 它的成色是红的颜色最重 所以有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一到万里 一到万里使用的是回清料 回清料 这个 含铁量最高 含铁量最低 就是这个阶段 这样的情况 这是第四个阶段 第五个阶段就是清代三圣寺 康军节我把它划为一个阶段 这个 使用的是云南的重量 云南的重量 特别康熙这个脆浪的颜色 这个 这三个潮的清华都差不多 基本上我把它对它成一个 下面我再仔细的每个情况 再给大家分析一下 先是大致地把它划成武力的道理 这个乾隆以后 嘉庆以后 都是 这个 基本上是受到康熙清华的影响 这个 重量 这个 但是呢 又啊 这个清华的 漂浮的厉害 往上漂 它沉不下去 沉不下去 不像康熙那个 那个样子 这个 额风武色 能可以宣扬 到了家旺 到了晚期的时候 就是清华看起来是漂浮的 有的清华呢 好像是在右上画的一样 别是漂浮呢 它就实在就约缓 就实在就 就约缓 就把这个整个晚期的清华 就把它划成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第六个 这么一大段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基本的情况 这是大的那么一个 使用清料的情况 那么一分 下面呢 再讲一讲这个 清华的原料 和清华时期的年代 就是这样一句 清华原料是阳化谷 由于各个时代的用料里不同 所以呢 它可点就不一样 这是第一点呢 这是第一点 不管你知道还好 不知道还好 清华的原料 一定是阳化谷 不是阳化铜 阳化铜 也能在 也能在 瓷色里的把蓝色 油的把 铜 在氧化眼中 也能整出蓝色的画文来 那个文不叫清华 那个叫 绿彩 叫绿彩 这个要把它区别看 所以呢 第一个问题呢 就要知道 清华时期的原料 是氧化谷 这是一个 这是一点要记住 第二点呢 氧化谷 我这么读一下 它分进口的原料 与国产原料两类 两类 这是属于原料讲 是这么个情况 第三点呢 就是进口的原料 就是含 含铁亮道 含铮亮地 就是 油层高铁定物料 这是第三个 条件 第四个呢 氧化铜 在氧化炎当中 是黑色 它的颜色呈黑色 清华当中 有黑色的结晶斑铁 氧化蒙呢 在还原当中 是烧紫红的颜色 这是在清华当中 有这个 有这个 泛的紫红的这个 这个 这个色调 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时代啊 就是元朝 红武 永乐 宣德 这个四朝 使用的是进口清亮 这是通过这个科学家们 仿佛的化验证明了 也就是说 进口清亮 是云代 云代初期 宏武 永乐 宣德 这四个朝代 使用的是进口清亮 呃 呃 成化 宏治 正德以后 包括明清 以后 使用的是国产清亮 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划分 啊 是一个时代的划分 这一三六点呢 就是关于清华时期啊 这个端代啊 这几个 很重要的 几个方面了 清华的原料 是以界定清华时期的一把池子 一把池子 怎么样用这个池子 衡量清华时期的一个 这个时代 这个断代 呃 这就很需要这个 有那么几个 我把它分成那么几个步骤啊 分成那么几个步骤啊 嗯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说 首先 要分清 就是你拿到这个清华时期以后 你必须首先 第一个重要的条件 将分析一下清华时期的原料 它是进口的原料 还是国产的原料 这是我们坚比清华第一个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 辨别是正确与否 就这一步是决定的 鉴定的结果 如果你把那个清华原料认识对了 那你的断代基本上也就 就可靠了 如果是在这一步走错了 你或者是把进口原料 当成是国产原料 或者你把国产原料 当成进口原料 那就是要 用我们建议价的方式 就走延了 那就要走延 因为 进口原料是包括 对吧 对吧 以后我们都是国产原料 如果你把国产原料 建别成进口原料 那你就一定要走延了 因为是我上午决定的那个 如文骗子 但我的看法对不对 他不管它 如果是我建别的是对的 它就是国产金料 法制的 那我这就对了 如果你看它那个 你把它打进口金料了 那当然就是 这位人知道吧 这就走延了 就是这一步非常重要 第一步 是我们建立清华时期的一个关键 所以你拿到清华 就首先 你一定要分析它 它是什么原料 它是什么原料 然后呢 第二步 如果断定是清华时期属于金颗原料 那当然了 就是有明朝的 洪武的 勇南的宣德的 是这么一个时代 如果要是国产的原料 当然就是成华以后的 我们是正德 创管明金颗的时代 这样一个时代 这是对清华原料的第二步 那么第三步呢 这里大家知道 仿制的清华时期 一般来讲 是用国产清料 反进口清料 一般来讲 因为它国产清料 反进口清料 就是法原计划 是吧 反这个这个这个 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呢 也有明反明 清反清 这样的这些清华的生产 都是用国产清料 反进口的清料 这样一个这个特点 但是呢 我们可以相信这一点 就是用国产清料 反进口清料 由于原料的性质不同 它很难达到乱政的程度 很难达到乱政的程度 很难达到乱政的程度 它就不好了 它就不好了 一般来讲 就是后期反前期 明朝 反 反 反 人情话 这个 这个情况 还有明反明 明反明就是明代后期 中期反 永乐宣德 也是用这个 国产清料 反这个 反进口清料 有的清法民 也同样的是用国产清料 来反这个 进口清料 这个 这样的情况 也有用国产清料 反国产清料的 这么一个情况 这么 这个 几种 作为造假来讲的话 一般呢 都是用国产清料 反进口清料 这么一个特别 那么这种清料 如何区别法 究竟我们看的这个 刚才讲的很明显 好像是很好分 但是你 协定的具体问题 是很难分的 因为说 我举了一个文文片子 当然我看的对不对 是一件事情 很多专家 基本上都不一致 都不一致 所以它就容易 究竟是怎么的 区别这两种 这个清发 有那么几个 有那么几点 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点呢 就是讲了 高铁低萌进口料 就用高铁低萌营 进口料 绘制了 清发的瓷器 它的线条 都比较粗旷 就这一点啊 就是用 进口气尿 高铁低萌尿 汇的清发瓷器的线条 比较粗旷 比较粗旷 并有运散的特点 运散呢 有运散的特点 那么也因时代的不同 而运散的程度可以 有的运散的更重一些 更运的少一些 这样的情况 那么国产精量 就是高 低铁高萌尿 汇的清发瓷器的线条 比较精细 比较精细 比较稳定 没有运散的 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 从我们的原则来讲 用高铁低萌尿 汇的清发瓷器啊 它的线条比较粗旷 而线条与线条之间 容易干扰 它运散 它运散 容易干扰 混在一起 容易干扰 这么一个特点 那么国产精量呢 它线条比较稳定 因此它比较精细 表现线条美 表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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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的线条呢 它是粗犯 线条比较粗犯 而运散 比较运散 线条与线条之间的 经常是相互干扰 相互干扰 不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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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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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国产的呢 它不运散 它不运散 所以它的线条比较稳定 它表现了线条美 线条与线条之间的 不干扰 不干扰 从那个像运散似的 不干扰 这是第一点 从线条上来看 这样 第二点呢就是 进口线条还有铁 又结晶半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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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结晶半脸是铁的反应 是铁的反应 而是离开的是很自然的 而是铁里面的铁的不均的 多多少少 它反映出来的 一种很自然的一种表现 是一种天然城区的一种表现 最后一看的是不贵者干 而不是人为加工的 而是不贵者干的 很美的东西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说 这是第二点加于 就是美国的区别 那么国产的反进口尽量呢 它贵者干得强 人工丛弥 人工丛弥 这个 你看的都是造出来的 而不是一种铁的自然的 一种 不贵者的一种反应 它是非有贵者干的 非常生硬 石板生硬 这种一种感觉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这个 就是国产清廟 是往右上飘 往右上飘 因为都在这个 又太游之间的 而进口新疆 往往是玩太古尼胜 游的非常明显 特别是永热时候 非常非常明显 玩太古尼胜 你摸起来 好像非常不平 摸起来一摸 有清化的就胜进去了 甚至带入去了 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国产清廟 这种关系 太下胜了 防治兵有他也 防他的时候 也有这个现象 也有属于这个现象 他以为他是防治兵 他也有这个现象 他针对来说 国产清廟是往右上飘 还要记住一点呢 因为 在右和太右之间的活动的时候 时代比较早 是明代策划和生存 住新的时候比较早 越是往右上飘的时代 越是往右上飘 甚至于这个清化好像是在 上完右以后 在右上画的 把清化一样 它飘着 它沉不下去 有这么多感觉 这样的话 时代就越晚 时代就越晚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就是我们了 金口清廟 几乎是没有植物的颜色 没有植物的颜色 而国产清廟的 它有 尽管是多少 从成华开始 就有植物历的时候出现 到 家境万一植物历 特别是家境 民家境 植物历也是最重的 因为它坎田量最低 还蒙感最高 这是 再一个呢 就是 坎田量是局部的 局部的这些半点 不是整个理法 都能够讨论 这样的问题 而 而子虹的颜色 是分不到佑的理念 整个佑 哪里都能够坑子虹 我们 像我 我们经理清华仔细 分析它的原谅 我就从这些方面去 来分析 来分析 整个的来讲 像原清华 它比较透亮 比较透亮 比较透亮 没有像原清华的那样 拖亮 所以我那天跟广队讲 我认为这个片子可能是假的 因为好多人在图书 图书底的文章里头 都用了它这块片子 这样的情况 这是关于这个 怎么区分这两种原谅 这两种原谅 这两种原谅 怎么样区分这个 这个国产清华 清华清华 清华清华 古典 这个 这个 下面讲一讲 这个 清华的成色 就从它们的成色 与清华此期端代的关系 这个成色与清华此期端代 这个 开始讲讲原清华 红武清华 那一段 就是这一段 这个 这个 原草的清华 我们现在刚才 所以我们就把它 把它加一点心两个字 就点心的原来清华 就是 就是说 用进口清料 出口的那一批 制作型的那一批清华 但我们国内现在也发现了不少了 发现了不少了 但是你真正的那种意乃 和土耳其相比起来 还是有些差距 有些差距 有些差距 不管是从这个 用色 还是从公义上 或华译上 都不让人家精致 可以看到那批东西是专门在当时 原朝是为了歪销 而出去的这批东西 真的有一个在鉴定上 特别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个问题 这样 引起我们在鉴定上大家注意的 清华词器 原清华词器的一个特点 这个原代清华词器 它那个装饰风格 是波斯的 习乘了什么波斯的这么一种 西洋的那种风格 总的来讲 它是一种多层次 就是这个清华词器 一层一层一层 多层次的 这个 这个 迷级型 文士的迷级型 还有不留地 就是白地很少 这么一种装饰方法 三句话 多层次 迷级型 不留地 这么一个装饰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呢 就是西洋那边波斯风格 他们都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的同气也好 他们其他的工业也好 都是喜欢这种 多层次迷级型 不留地 不留地 这么一种装饰方法 这是他一个固定的 一个文化的一个风格 这跟我们民族的风格 不完全相符 所以这种 多层次迷级型 不留地 跟我们的一代实习的装饰方法 不一样的 那么这是他的要求 就是波斯的要求 这样一个风格 但是呢 大家知道 这个进口的原料 它这个要求的风格是 多层次迷级型不留地 可是它的清花原料呢 和它这种要求啊 达到它这种要求 达到迷级型 这个多层次迷级型不留地 这个要求呢 那是 那是 云尿和这个风格相保的 云草啊 云相保的 那么这个矛盾里产生的 就是我们几个阵的遥控门 进行了加工 为了解决 为了解决 因为它这个清料啊 是 寒天亮高 有着往太鼓一胜 这个 有晕散的这个特点 那这个云散和这个 寒天亮高 云散这个特点呢 和多层次迷级型不留地 这个装饰风格的 互相矛盾 很难达到 这样一个要求 这样的要求 所以秦德正当时的工人呢 对这一批 文青花 是要对云代的清料 进行加工 进行加工 提炼 提炼以后 线条成的基本稳定 基本稳定 尽管油 但不是很重 而来实用这个 多层次迷级型 不留地的这个装饰风格 这种装饰风格 那麽这样的话呢 就形成了我们 考虑这个 原青花自己的特点呢 它就是这麽一个特点 它为了使用 我们现在就分析不到 在古代那种科学技术 那一种情况 对原青花的原料 要进行体验和加工 能达到这样一个程度 不可理解 到现在也不可理解 我也跟科学家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什么原因 它能把波斯的那种多音伞 还体验很高 能画出这么样的细线条 那么样一个来适应的围级型装饰 这个特点 这是很有问题 很值得注意一个问题 现在科学家们正在研究 没有做出一个很明确 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就这样的情况 但是咱们知道 古代的人是非常聪明的 如果是它这个清料不进行加工的话 根本达不到多层次 也达不到迷级型 它就运上了 是吧 它不可能像原清华中的清晰 不可能达到 它毕竟在清华时期 原料进行改造 那么所以在原朝的时候 这个苏利波新疆到金泽镇 画的实际上是经过了改造的 提炼的这个清华原料 这样 就是为了要达到满足 这个多层次 密集型 不留地这个风格 不留地这个风格 那线条与线条晕散了 根本达不到 它密集型 达不到 那就报备了 是吧 那么所以现在 伊朗和其保存的清华时期呢 的的确确 线条非常精细 这个线条 和线条之间 不晕散 这个不干扰等等的 这些优点呢 是景泽镇的一个 遥控门的创造 大家知道这样一个矛盾 原料和要求的 装饰风格的矛盾 这样的话 就形成了云青花的特点 云青花的一个特点 咱们在进去云青花的 就考虑的问题 那么云青花的几个特点呢 简单的你们说一下 一个呢 云青花的线条 本来是苏里国清掉是粗化 对不对 这上面看到没有 讲的云赏和粗化 而云青花真正像出口道 或是这个云青花 它线条比较精细 比较稳定 就云青花 我真的讲云青花 是标准的高档的云青花 这样的类似的云青花 它线条是比较精细的 它表现的是线条纹 线条与线条之间的 并不干扰 这云青花 尽管是苏里国清掉 它对苏里国清掉的那种 云散的特点 含铁量高的特点 进行的体验和改造 和改造 然后运起来 能达到这个程度 线条比较精细 这个线条与线条之间稳定 不干扰 就是说晕散了 不是什么太晕散了 这是一个特点 应该说是定行的运进化 具有这样一个特点 再一个用料 用料 用料厚薄比较均 厚薄比较均匀 这是 火候 火候也比较实度 比较实度 大家知道 清花之前的清花原料 如果火候过高 它容易晕晒 晕烫或下晕烫 就问在哪儿不是的 它往下留一趟 那么原清花之所以线条那么稳定 那就是它温度比较实度 温度实度 我们说原清花烧窑的功能是最好的遥控 使用的原料是最好的原料 化液也化工也是最好的化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要把这个原料 使用的原料 厚薄比较均匀 线条稳定 不晕散 可以渲染 就是说 龙 该龙的龙 该单的蛋 该云的云 该静的静 化景色 化这样子的东西都比较多 所以原清花烧人物的还比较多 化人物的就比较多 就是说 它的原料的进行的 这样一系列的改造 表现 原清花瓷戏 实际上是表现的线条链 它可以运上 可以深可以浅 关心可以强可以弱 表现的景色可以金可以远 这样的情况 你看它化了个松鼠的叶子 每一个叶震的都化得非常清晰 每一个叶震都化得非常清晰 因为是动物的毛发 也化得非常地细 也是马尾都化得非常地细 人物的面孔 衣服的折纹 化得都非常地好 就是因为它使用的苏联佛 竟然对清料进行来改造 形成了这么几个特点 它这么几个特点 所以这就是原清花的根本内的线条 表现线条链 线条稳定 肤不干扰 可以渊染 可以渲染 有生有解 这样的情况 而火候时度 大家知道清花的原料 火候高了它就流散了 就是跟着拉筹市的话下流 流散 流散的话就行成这个线条与线条之间的干扰 线条与线条之间的干扰 就不清晰了 这样的情况 你看原清花的这个画的那个图案 它都是线条非常精细 线条与线条之间不干扰 表现关系的强弱 是不是 画也是非常轻松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温度也适合 还有的幼啊 幼的厚薄也适动 你看它是白痴微微带一点青瘦 幼微带一点青瘦子 跟那个清亮的配合起来 是一种很透亮的一种感觉 对 不是一种灰暗 而是一个整个你看起来 非常透亮的感觉 那么这是原清花的几个线条 这么一些特点 这么一些特点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才是好的 从画意上 我们可以分析它 这个 这个 金默它使用的是输入国尽药 但是呢 它的发文 底的确确非常精细 金默有黑色的斑点 但是 一有了 比起来 越半越好得多 它就因为进行了提炼 这样的 这样一切 那么 历史也证明了 这种情况是对的 它提炼下的材料 后来留给红武了 红武的材料 就所以来 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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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原清花 我说 从话语上来讲 从清廟话语上来讲 刚才我讲了一些特点 你们记住 就是 不像我们过去所想的 这种情况 就是晕散 就是贴色观点很重 但是原清花里面 它也使用的是 舒服的材料 但是呢 它是激活加工 线条精细 花工精细的很 可以熏的 有深有浅 有浓有淡 所以化荣物的比较多 化荣物的比较多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表现的 云清花 它的一个基本特色 基本是 火候有十度 火候十度 清花是这样 火候高了以后就流散 火候低了以后啊 它就承受不出来 它又啊 一些气泡 造了这个清花啊 就造不出来 使清花是一个焕淡 焕淡的就是火候低的一种表现 火候太高又流散了 就是晕散了 这样一队 而原清花这个正好 非常恰入激怨的 恰到好处的 掌握了这个火的高低 火的高低 出现这个清花 所以人家的话 云清花呀 在清花磁器当中 是最高档的 这个最好的清花磁器 代表了中国清花磁器的最高水平 是云来的清花 这么一说吧 它的专制布局呢 是陈思多 陈思多 陈思多 一级型 一级型 本来是磁器啊 你也仔细看 全是华磁 还有人累积到一个 就是华磁 就是看不出这个是磁器 这种体积型的 就是波士的一种 这是元朝 那么 红武呢 就是因为它提炼以后的原样 所以 红武的清花磁器 跟元清花相比的 它尽管继承了元朝的清花 元朝清花 这个线条也不是很运散 但是呢 它整个来说 它的这个层次啊 与元清花减少 和鸿武啊 鸿武的清花呢 这个文史上 跟元清花相比的层次 没有像元清花那么多 线条呢 比较粗矿 比较粗矿 比元清花要粗矿 这个颜色 它不用说了 都是发褐色 没有这么蓝的颜色 因为它提炼下来的肺料啊 有点微微的成一种 有点蓝色的意思吧 这样的味道 跟元清花相比啊 相差很远 一般的是 折子画用的比较多 画五折子画比较多 画融的基本也没有 基本没有 因为它线条来决定 这是 红武的结构啊 也不像 元清花那么紧密 那么紧密 比较粗了 比较粗了 这个 这是一个计划 而在太幼的身上 红武之际的幼 因为 青花的橙色 除了原料 和青花料以外 上面那个幼 很有关系 因为这个幼 是招在青花齿形上的 这红武的青花齿形的幼 是哪个色 带蛇 红武清花上面的幼 是哪个色 带有原色的 不像跟元清花那么透明 所以呢 它也影响到那个 红武清花的橙色 一个是它的原料也不好 这个是它的幼 这个橙色 也成了问题 不怎么太好 所以红武跟那个 原清花相比 是 区别性是很好 不高区别 均 颜色比较透亮 这个颜色是比较深 这也是一览的 颜色比较深啊 韩天量是要高了 这种情况也是存在 这种情况也是有 这个呢 在清廟方面 不是相当的很薄很透亮的 激化的一层色 这是比较多 这个比较多 但是这种意思 多层次呢 甚至有 一圈一圈一圈 一级型 化文和化文呢 比较图极 比较图极 无流地景这个词 直接更少 郭文化文 紀錄上是綜藝圖的工作 你們清華的工作 這樣子還是好啊 效果還是好 儘管這樣子他也還能看出這個清華的事情 這個韓國力量是相當高的 所以這一類的清華直接也有 不是像當時的清華的都好一些 這是一種 這個清華的線條都還是比較穩定 比較穩定 現在一致的線條之前拼不干擾 這也是比較不一樣的清華的規矩 這也是一種原清華的一種 你看這個文字 你看這個隆文的尾巴 這個隆文 跟我們昨天看的那個片子 他就耳一筆就知道了 他就沒這個精神 我們就找著這個地方 沒那個勁 沒那個勁 反正就是 這個黑色的結晶觀點 他也是 他這個就是比較自然的 原來的一種反應 這個隆文剛才怎麼 怎麼個情況 我下次講 你叫我四層 來看看 你看這個多層字 一層 兩層 三層 四層 五層 六層 七層 八層 就是這些多層字 這個 五層 五層 六層之類 都在一起 都在 這樣子 你看這個這個畫文 儘管是一個整體 但它裡面的縣條 對縣條還是能把它分出來 跟勇樂就不一樣了 勇樂要化成這樣 它成為形成了 成為形成了 你看這個縣條還是能分的清楚 這還是一種比較深情的 这尾巴也放在里面 你看这个 这个多层子不留地啊 这个 这个 你看 迷迷妈妈 迷迷妈妈的这种兵器 这底底绝学受到苏丽国卿的干扰 苏丽国卿卸苗的这个 这个对清料啊 没有封堡的 画出来的结果来说 清料的要求啊 清料的这个 雨伞的特点啊 在这里的往来的形成是怎样的 那么之所以形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看 看着那个 景德镇的那个刘学员先生讲的 这个东西啊 那都是 故人把这个 雨清料画了以后 就换在这个地上 换在这个地上 地上的日子长了 这个会城啊 好像是他说是这样形成的 会城的这个 票子上面 拿着苗粒去烧的时候 没有把它很好地弄干净 而形成了这种 形成了这种东西啊 所以这些东西谁都能注意 很情况下 那你一开始就给你 或者是这样的 那就是这么样子形成的 当然这本身就是比较迷情 比较文化 是比较文化的 是比较文化的 就是比较文化的 这个你看元七八 他这个树 你看他树的线条 都非常清晰 就是发的那个 业者啊 然后就发的影响 这个也是 就互相之间的并不干扰 并不干扰 尽管是树和心呢 因斯拉丁成都 基本上还是比较安定的 比较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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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多城市啊 城市不多 你看这个 这个长征五代 这个叶子这个画 很真实 它这个线条啊 很明显看得不见 这样一个 这个一路线条 这个 好 谢谢 谢谢 你看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 你有多少层 什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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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线条来说是一种 这个实际的本来就是文青化的高质 比较薄 比较均 这是你的 比较薄 比较均 不应散 不应散 黑色的观点有 黑色的观点不多 这个是经过提炼的 清廖 绘制的 年少人心化事情 那我来看 这个 因为尽管这颜色 涉及的很高 它还是分析 到言论的时候就行了 到言论的时候 它就另外一个分析 想想想 你看这种原器官 它这个线条 画的这个纹色 都比较细细 比较薄 比较均 这个看这个纹色 这个 这个 没评论 没评论 这是高安策略的 相信高安策略的 这纹文在波士文中 波兰也有分少 也有 在中间来讲 比如书里国清廖 灰尘这个样子 线条还是比较稳定的 还是几乎体验一个很多 你看 跟游乐相比起来 还是有打不一样的 打不一样的 这个呢 就是红武的 红武也是多层次 但它的线条粗矿 层次没有像原器官那么多 清廓的层次是发挥 不是那么很像原器官那么马里娜这样的效果 和蒙武的 这尽管也是多层次 但是层次比原器官的减少 原器官减少 尽管有些 清廓也有些难易 但是这个 这个清廓颜色就是打褐 把褐色 流的颜色很不好 这一笔和原器官相比 很清楚 是很好 我们都不太确定 和永乐也不一样 和永乐也不一样 这红武这一段 比较 和永乐发明 因为它使用的是那个 剔下来的原则画的 化妆 这一笔这样的 也比较松懒 要比较松懒 今晚也有原器官的造型 但是整个来说 比较素朴 这也是 以后这个颜色发飞了 但是 使用的变调 和圆境外的区别很大 所以这个画文 对圆境外的区别的 假发文 这个在红武 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跟圆境和相比 相差别 红武 现在保存在世界上 不是很多 出核 我们也被 刚才我稍微讲一下 出核比较少 这个是新画 好 你看这个 新玩也是百年新画的造型 或者是 但是他这个新药 太刺 这个也是 你看这种红武 他这个 右跟黄是没有交过 对 右跟黄 我刚才说的 看着右啊 这些红武 这种拖子 这种展过 有一个 一个清华线 画的一段清华线 左边 就完了 到选流的时候 也清华线都没有了 就这样 在断代上很重要 就是 这红武 正在有红武 很小细的红武 到游乐的时候 就是一道 画的一个清华线 但是宣乐的时候 基本上清华线也没有了 这种端代 基本上可以从这方面来画 那么这个就是游乐的 游乐的 那么下面再讲讲游乐的清华 游乐的清华 咱们先不放 咱们再量快一点 再量快一点 这是手里不尽量 但是游乐的清华 有一个观点上的改变 观点上的改变 这个游乐对清华原料的 本来的那个德性 而把它作为一个缺点 要进行改造 来适应多层次密集型的 不留约正如专事 这是游乐的一种概念 那红武刚才看就是这样的 什么贵的话就这么一种 比较素了 层次减少 而到了游乐的时候 一个对清华的观点上的改变 就是说 俗里和清华的一些特点 这些缺点 就年轻化里头 当我缺点的要进行提念改造的 而到游乐的时候 这观点上的改变 反而习惯这种 俗里和清华本身的特性 不仅不加以提念和改造 而且要给它以充分的发芽 就是对俗里和清华的这种 晕散啊 含天亮高啊 这些东西呢 因为它不受这个迷极型啊 多层次迷极型这种 不利的这个装饰的这种风格 而形成游乐的风格以后呢 它对清华不仅不体面 不改造它这个性能 不晕散的性能 含天亮高的性能 而且呢 它还加以发扬 给它串潮条件 来使这个苏里和清华的性能 充分的得到发挥 这是观点性的改变 观点性的改变 这个你可以说 永乐使用的清华是最厚 死的厚 而它的温度呢也高 但是我讲了 这个温度高了以后 清华就流淡 清华就流淡 清华原料流淡 那么它又死的厚 它又温度也高 它就要烂烂云淡 烂它这个流淡 这是观点上的一种改变 观点中的一种改变 因此这样的话 就形成这个 永乐的清华的特点呢 它就喊铁量是高 使用的硫 使用的硫 使用的清华是厚 而它的温度呢 永乐的清华的温度是过高 过高 所以让它流淡 让它流淡 是这么一种风格 因此这种风格呢 就是密集型的清华 就变成的舒朗了 折子花用的比较多 折子花 就是花纹的比较简练 比较简练 但是晕散的厉害 花一朵菊花 花的时候有线条 烧完了以后 就成了一个云疙瘩 就成了一个黑疙瘩 它喜欢这种装饰 而且人家的态度是深得很重 永乐的时期很饱满 但是深进去也最深 它就把这种东西形成一个 天然城区的一种味道 它欣赏这个味道 它不仅不改造它 而且非常欣赏它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鉴定 这个永乐清华这个问题的时候 找到了它的根据 找到了它的原因和它的根源 和它的根源 所以永乐的清华呢 有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永乐清华 所有国心调的那种特点 最明显是永乐 黑的斑眼最明明的还是它 花纹最不清晰的是它 线条最互放的是它 它就不讲究心调本 是这么一个 它的味道 反而都以那种天然城区 那种繁衰的为美 所以在清华城市装备